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公眾有更多時間留在家裡 不少人會透過網絡嘗試學習新技能或知識 來善用再加空閒時間 而學習新語言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今日的休閒活動展覽 我們邀請了一個能夠講20種語言的語言學習網站創辦人 分享一下學習語言的樂趣 語言學習網站創辦人Steve Kaufman表示 和以前比較 目前互聯網上有非常多幫助學習語言的工具 互聯網打破了地域的界限 令語言學習的過程變得更多元化 現在我要看 比如說我現在學阿拉伯語 不認識的字我可以立刻查這點 還有呢我可以利用Netflix YouTube 或者是各阿拉伯國家的報紙 所有那些資料都可以幫助我學語言 Steve表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來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都可以居住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語言學習除了是一項有意義的活動之外 會說多種語言也都會成為全球化社會中的一種優勢 或是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文化和歷史 要知道的 要是說話通過 各種各國人和親切 非常感謝 非常有興趣 所以是一種活動之外 Steve曾經擔任本國的外交官 因此是早年有機會在香港和日本等地居住 而他透露 在香港生活的時候他只是學習國語 而廣東話就是回到溫哥華之後 收看本台的節目學習 他指出 學習語言不一定需要在其他國家生活 最重要的是有一個願意學習的心態 如果你可以找到有意義的治療內容 你不會覺得你是學習語言 你會覺得 我看什麼電視的節目 看什麼書 有興趣 現年74歲的Steve表示 每天都堅持用90分鐘來學習語言 同時亦是令他保持大腦靈活的方法 今日的休閒活動指南就講到這裡 所以